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宜 我是余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迪志伟先生 第二位是律师莱芳玉 赖律师 第三位是戴智阳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两性专家 黄岳岁老师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 今天主题叫当女人看透爱情 我先预告一下 今天本子是愤青写的哦 所以呢 很多的 特别有feel 很多不同的观点 我们必须要帮他重视的呈现 新闻背景是这样子的 很多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觉得爱情至上 什么都愿意为对方付出 但结局却不如人意 因此最后会看透爱情 那么我们从苹果日报的人间一语的 一篇文章开始今天的话题 年轻时憧憬恋爱 但自己不会打扮 没什么男生注意我 后来交往了三个男朋友 但运气都很好 遇到都是坏男人 第一个是读书时候认识的 注意听我以下的叙述哦 第一个是读书时候认识的 高大帅气 我很爱他 但他个性小气 约会吃饭看电影 都我在付钱 就连买生日礼物 送我都要我先垫钱 当初我觉得相爱就好 不必计较这么多 谁知后来他劈腿了 分手了 读书时候的这个高大帅气男朋友 分手了 第二个男友 把我打工网拍 辛苦赚的60万积蓄骗走 第三个 想说要创业 叫他合伙 那他是认为第三个更可恶 因为拐他去借信用贷款 30万 拿到钱之后 人就失踪了 后来打听才知道 他早就有女朋友 是利用他来骗钱 历经几次情商 我终于清醒 认为做女人要实际点 男人愿意为爱付出 是体贴 也表现出真心 虽然爱不能用钱衡量 但两人一起不能没钱 而且凭见夫妻百事爱 我不想不我妈的后尘 这里面有好多的讯息 要这个 对 那你知道 很多是 很多网路上的两性专家 叫网友 OK 他们的评价是这样 第一次还能说对方不好 你遇人不俗 可是这位女生 连续两三次都这样 恐怕 这时候女生就会被检讨了 会不会是自己的问题 比较大 那这样讲 对女生公平吗 OK 好 先问一下黄老师 这样讲 第一次是我们遇人不俗 两次 大家都会骗你 你自己的判断 是不是有问题 我常常说 经验你如果能从经验中 继续教训的话 然后学习成长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从经验 很多次的经验中 你都不能够继续教训 那也没有去学习到说 你领悟到什么事 你自己应该再去做修正 或者改变的 那经验是没落空的 所以你说她第一次 她三次都被骗 然后三次被骗都跟钱有关 可是这个女生的前提是 她在追求爱情 所以她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里面 她对爱情到底是 她自己本身怎么看这个爱情 爱情是 为什么会让所有的诗人 或者是作家 把爱情都认为说 是个最浪漫的事情 就因为它很纯洁 是应该没有杂质的 是很单纯的 我爱你你爱我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 金钱的瓜葛 也不是谈那么多 就只有我们两个发生的 这个不管是一见钟情 还是化学作用 就是我爱你 就是个爱字而已 她这里面都牵涉到金钱了 而且她都牵涉到 最后人被骗 钱被骗 对方还搞失踪 又劈腿 所以这个傲女 她怎么会有资格 跟人家谈爱情 第一变得就文气不好 第二变得就蠢 对 对 我很赞同老师讲的 但是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 她会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 是因为她性格上面 有一些困难 对啊 比如说有一种女孩子 就是江慧的那首歌 拔嘴 拔成心 没听 险没教 受胸 有过头 对 是这样的一个心情 就是她 你都爱这款爱付出 她不敢相信 其实很多女生是没有自信的 不是 很多女性在爱情里面 她认为说 我为爱我愿意付出 甚至我愿意牺牲 然后我心甘无怨 你懂吗 但是当你认为说 爱情就是要你一昧的付出 才能够得到爱情的时候 这个在爱情的天平上 你自己的主观的想法就已经有扭曲了 所以你让对方看到你的个性 就是可以 我说大夫人也是很聪明的 他知道你差不多是怎样的个性 我就是抓住你个性上的弱点 然后你喜欢听好话 我就讲好话 一直灌米汤 灌到一个程度 米汤灌久了以后 你要付我灌米汤的费用 那就是我想一个办法来争取 我们已经爱情这个程度 那我现在刚好需要一些钱 那没有人可以帮忙 为你试问 那你当然就拿出来 所以你就说女人在爱情里面 男人也一样 你看现在多少情杀案 都是男人认为说我爱你 我愿意给你钱 表示我爱你 可是给了钱以后 当我没有达到我的目的 我给了那个钱 我就觉得不值得 所以我就要讨回来 其实我觉得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 就点出一个重点 憧憬爱情 那你爱情都用这种憧憬的话 就会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来影响 我看到的是没有自信 他说自己不会打扮 没什么男生注意我 所以一旦有一个什么眼光目光的时候 他会为了这个去不断的付出 去要这个东西 所以他才可以有被这样子有机可乘 所以我要举一个案例 那是之前我在跑分局的时候 碰到一个在营业 在那个浩子里面做营业员的一个女孩子 他真的就是好普通 可是他好有钱 大概民国89年 我大概遇到的 他来报案 他报案怎么样 案情跟这有点类似 但是他后面他报案是因为他被打 他钱被骗走也被打 也是大概第三次 第四次 那其实他那时候跟警察就讲 他就说 他其实从小都一直被人家笑 也没交过什么男朋友 那他就很想要交男朋友 可是他不知道要什么方法跟男生示爱 所以说他常常碰到他自己喜欢男生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他就去帮他打理 所谓打理就是说 买个领带给他 买个皮夹给他 先送东西 然后后面就会跟男生展示说 我其实蛮有钱的 对 那你要做什么的话 我都可以资助你 但是前提是你要好好爱我 对 那大部分的男生当然都会好好爱他 一开始都蛮好好爱他 他蛮有钱的 对 那爱他完之后就好好地把他丢弃啊 这是好好地丢了远远的 把他钱骗光之后 可是他乐此不疲哦 对 他被伤害很多次之后 他还是觉得 他要追求爱情的前提是要用钱先去得到对方的那个认同感 那所以说后面到第三次来第四次我也忘记 他被打了 这前辈整个领光之后 还被打一顿之后 那时候他才去报案 可是我这边要复印那个 那个每年一开始说的 就是很多女人在从对爱情充满了憧憬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是没有自信的 我讲一个历史 我有个朋友 我年轻有个朋友 他真的很有自信 他长得真的平凡 如果我是平凡 他比我平凡多了 那就对了 所以我跟你讲 那他就不凡 对对对 我只能这样子讲 因为他搞不好在看电视 他知道我在讲他都有可能 可是很好笑 就有个男生追他 那男生追他就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不擦擦口红啊 画画状 他给他印安状 我乃村姑一鸣 不然要怎样 我喜欢这样 结果呢 你知道那个男的就傻了 就说那你就不要怎样好了 然后那个男的就要带他去见他妈妈 他就追求他 然后就追 就说不然就选择 双方家长 你知道他带什么去 他到收成的 修行的帆妹 跟附近 他就带他去 这个男的家庭是公务人员家庭 看起来害到 他会去带帆妹 又带附近 一个附近 他妈妈就 就依附那种 不以为然的样子 像我初出记民 上附近 就很怂 这句就是 没过错 就说哪里 松架呢 又平凡 就拐家庭来 对 我们拐家庭 都拐家庭来 然后你知道他妈妈就跟他讲说 这 这官妹 就做 意思是我们这买买也是有 说 老闆那年轻 又抓老闆来 老闆不肯要带 他 还没带哦 没带 抓我的老闆去 他说 我们这只鸡不要带 他们是公务人员 家庭有院子 他说老起来 身体能 他说这很好的 他说这不要带 他说这烦买 是我们爸爸妈妈 亲身 知道的 今天早上要来 才去拿 他说这是菜汽车吃不到的 他也就是被打这样子而已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 他妈妈就 给他一盒那个 跟他不知道 伴手 太阳笔或朱鲁什么之类的 就跟他说 哦 这你们针柄 可能较不 所以不然这刀柄 你们爸爸妈妈也吃了 他就很客气 就说谢谢 谢谢 就回来了 回来离婚 他这个妈妈就跟他讲说 哦 如果带了这个媳妇 我很艷苦 就跟他儿子诉苦 说 那个 他就 担这只鸡也没胎 到我老了 不可以胎 就要生鸡 不然我这只老母鸡就留着等他 如果你这样娶他 我干脆留着跟他坐月子算了 就这样子 他儿子就不知道怎么办事好嘛 就去跟着女孩子说 你妈要熟嘛 你就跟我讲嘛 我买就好了 你看 我妈妈送你太阳笔 可是你怎么会去送我妈妈 玉叔叔呢 他跟他讲说 你要记住哦 那玉叔叔是我爸爸妈妈亲自种的 是经过几个月才能够收成的 每天早上要浇水 要施肥 你这个太阳笔是只要前去就可以买到的 他说 罗宾庆里要买一碗就洗碗 对对对 他说他还跟他开玩笑说 打折的时候还买一送衣 他说我如果要去买 我还跟你说 这盒搞不好是买一送衣 那盒没有吃完给我们的 他对女孩子就是很有自信 然后他就跟那个男孩子说 我跟你说 我乃村姑一鸣 但我一生明示你 所以既不虚容也不啰嗦 那么你要跟我的话 你就要认同我家就是这样子 我的良家就是这样子 我不可能因为你改变 但是如果你入了你们家门 你妈妈不讨厌我 不反对 该跟你们学习的 我照常学习 但我们良家人做就是这样子 讲到这样我都想许他 他没有嫁这个男孩子 可是他结婚嫁得很好 对啊 结婚什么样 他后来嫁什么样 他就要嫁一个工厂徒弟出身 工厂徒弟出身 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合力 后来开的出口 机器出口台湾 是相当出名 超好的 又有自信的女性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来 赖律师 你刚刚补充 没有 我想要针对这件事 我觉得美人刚才提到说 是不是这个人没有自信 那我觉得他有几个 可以被讨论的 他有三段的感情 其实几乎都同一件事 那个男人都是要他付钱的 那他再提到 憧憬爱情也好 或没有自信 他说我不会打扮 那你再看他几个 那个第一个对象叫高大帅 高大帅气 然后他的失落是在什么 劈腿而分手 他并不是钱这件事在分手 所以我会看到一个事情 叫做处理爱情的失落 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在这里得到成长 也就是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第一段爱情 他的女性朋友 他女朋友是我称之为极品 就是很漂亮 像个模特儿一样 可是他几乎是把他当公主一样 捧在手掌心的 可是他最后是分手 当然是女性提出分手 没有选择他是他的未来老公 那这件事情让他很伤心 可是接下来 他一直年岁渐长 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的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找的对象还是要找二十几岁的 到他四十几岁的时候 还是要找那二十几岁的 可是永远都是被分手的一方 就是人家觉得说 哇你越来越老 可是你越来越跳二十几岁 大家还是嫌你说不够 你可能社经地位不错 可是你真的没有年轻人的青春 所以他一直是处在爱情的挫败里 那我同样在回应这件事就是说 很多人为什么他会选择同一个对象 这件事情 也就是他可能第一次遇到的是一个背叛 所以他会很希望用同样的模式 在寻求类似那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确实就像美人杰说 刚才我一直要提的 他应该去先处理爱情挫败的那一件事情 他才有可能像刚才老师所提到的 找到他的智慧 找到真正可以变成他伴侣的人 因为人跟 就是说其实你会去讨论 人跟异性相处会有一些惯性 那你如果说这个惯性让你的 这个爱情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 你必须先改变自己 相处惯性 行为模式 否则你会把 不同的男人都变成同一种男人 是 对 所以这也为什么说 我去年做很多资商的时候 其实包含这部分也在 资商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跟人相处就会有一个惯性 这女生习惯用钱解决 对我可以support你 你应该就可以了 而且有些女生他是这样只要对方有困难 他就立刻那个 他不会停看厅 有时候你太快出手 对方搞不好还不需要的时候 就被你强迫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他也不舒服 跟你相处起来不舒服 那当然最后你会觉得说 其实就是背叛 其实是跟你相处起来不舒服了 所以我们都会解读成这样 所以你如果 如果这女生 我真的很建议他 也许要去做一些谘商 把这个惯性改掉 不然你下面第四个男人 第五个男人 最后都变成都是不同的男人 可能都变成同一款男人 对 但他改了 有人说伴性 他有说 你讲那个故事 就是那个女生就一直要 让对方觉得我很有钱 我可以在你身上花钱 你就发现其实有花钱 你这样子还要爱我 花钱 先吸引一下 就花是怕爱钱 对不对 所以他就 那个男生的这个错误的观念 就认为说 反正你有钱嘛 对你有钱嘛 我给你爱我就会有钱嘛 那这样的情况就是 有些不要你的钱的人 他也跑啦 对 OK 那会留下来就是变成 变成把不同男人都变成同一种男人 所以我觉得也许有这样子困难的女生 包含就说 OK走过这样子婚姻相处的人 也应该要做一些练习才有可能 男生也会啦 对 而且这个女生他没有 没改变 他说他经历这三个感情之后 他想通了一件事情 刚美人杰一开始就有讲了嘛 他想通了一件事情 他说他不想要布上他妈妈的后尘 所以他后来后面的男朋友 他的爱情观 因为这三个人的关系 他觉得为什么我老是要拿钱去买爱情呢 为什么老是我要像美人杰讲的这样子 我要把这男人宠坏呢 所以他觉得女人是不能够太独立的 女人是一定要往前看的 所以他刚刚不是讲了一个 贫贱夫妻百施爱吗 即便今天我找到一个男人 他不一定是看上我的钱 可是他没有钱 那有一天就会因为钱的关系 让我们两个之间的幸福感 谬论 他的观点是这样 你现在如果你是粗乱 那如果是依利人性的地位 一个女儿没多久就开口 你是不是要给你爱情 说要投资什么 你会怎么对付 通常就是没钱 那没钱可能就慢慢冷淡 那冷淡 像这样的男人大概他不用冷淡 我大概会真的 我乃贫富一美 我乃贫富一美 我就没钱了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其实男生跟女生开口要钱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一个好事情 要看出那个讯号 因为你知道吗 一个恋爱跟普通的友情 友情跟爱情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每人跟我是友情嘛 所以我刚好现在我们不太好 我就说每人我需钱 你可能能不能借个五千块钱 或者五万块钱 你去修辱他 那就五百万了 就是说要调一个头寸 这个人之常情 你懂吗 可是爱情是不一样嘛 因为爱情就是说 我跟你都是因为没有任何交情 可是因为爱情的存在 所以我们开始要走多远 先谈断这个爱 那爱的真情的表露 不是建立在很多物化的东西上面嘛 就是说越单纯越好嘛 可是你一个在初恋中的人 没有多久就跟你讲说 欸 我要做行李呢 我欠缺钱 你也不知道有钱人拿出来 通常呢 如果说真爱这个男人 我跟你讲 都会拿出来 十个女人有八个 就会拿出来 都会拿出来 那老师导过来呢 如果男人会不会给钱 女人跟男人开口会不会给 男人会给啊 而且男人会给的比女人 育起来要多 不是不是育起多 会出手更快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 男人跟女人开口呢 他有点会担心说 欸 真的问他 我欠缺钱跟男人开口 但是呢 如果男人有女人跟他开口 他会觉得你爱我啊 你需要我 那我能够保护你 好啦 不然这看你说 就有那种英雄主义 英雄色彩 就是你是外人 你会给我开口 就是你欠缺你爱我 但男人要跟男人开口 可是就有一些女人 就是因为他爱他 他发挥他的母爱 他认为你需要我 我必须要帮你忙 所以男女有时候 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总而言之 一开始谈恋爱没有多久 就跟对方开口要钱 我是认为说 开口的人也不应该啦 然后呢 被开口的人 也要谨慎去评估一下 到底为什么需要 跟我开口要钱 他讲说 不要重蹈他母亲的付册 对不对 那这女生就继续讲 他说呢 我妈年轻时候嫁给我爸 爸开车车 家里全靠爸爸为止 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后来变得好吃懒做 跟车行朋友赌博喝酒 每天睡到下午才起床 开车出去晃一下 又跑去找猪棚狗友 逼得妈妈要去餐厅打工贴补家用 妈妈在自助餐上班 月薪才2万 水电瓦斯逗他他付 爸爸没有拿钱回家就算了 有时候还伸手跟妈要钱 要不然就羞辱妈妈 说他带衰 跟他结婚没有好事 从小看他们为了钱吵架 妈常在我面前抱怨 埋怨说当初外公听他找了好几个男生相亲 对方是大户人家有天有地 他都不要 选择爸爸是因为他们是自由恋爱 即便爸爸没有钱家世背景也不好 妈妈为了真爱还是嫁给他 他感叹要是早知道婚后这么苦 当初就不嫁 只是妈妈也被吃的死死的 没有勇气离婚 逃不出这个环境只能一直忍耐 所以他说他不要重蹈母亲的一个后尘 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自己看到了他妈妈身上的这个 我刚刚讲了嘛 所以他自己经过三个恋情 他觉得那都是骗他钱的 根本不是真心爱他 所以后来他的观念是转变成是说 我如果要找男人 我就是要找一个有钱的 那就算他今天 因为没有钱的也劈腿嘛 长得帅的也劈腿嘛 长得不怎么样也要给我劈腿嘛 那如果这三个帅的不好看的 都是要跟我要钱没有钱的 那我干嘛跟这种人在一起呢 我还不如去找有钱的 长得不好看没关系啊 长得帅最好啊 对不对 但是我从他身上拿到的钱了 就算他今天要在外面 跟别的女人怎么样 那他就去 我换一个有钱男人而已 他的观念到最后变成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他讲的 我真的觉得是自己安慰自己啦 因为实际操作我觉得 以他过去的经验恐怕很难啊 他说女人不能太轻易 让男人得手 因为男人脑子很简单 想来想去就为了上床 OK 等他们吃干妈进就会对女生爱理不理 这是他过去的经验嘛 对 他说好 对付男人就要像钓鱼 要懂得收放 不能一样子绑太紧 会把他们吓跑 而要给点甜头 可能只能点到为止 只要搞到他们心痒痒 你最好有本事 然后呢 想要什么你就会有什么呢 我已经不再轻易相信男人了 有能力供养女人生活和花费 才称得上真男人 你又太以偏概全了 女人要学会保护自己 情人我骗别人 也不想再上男人的党 我已经28岁了 我自知年纪不小 趁还有点本钱 男人愿意对我阿谀奉承 我就要尽量 在他们身上找好处 Are you sure? 想太多 最好是给我掉到小开 经规序 日后我能够安乐过日子 想轻浮 就算婚后老公在外面乱搞 也没关系 反正没钱的男人 也一样会偷吃 还不如选个有钱的 这就回到那个逻辑 对不对 在吉安特上面 妮可在什么 宾室车里面哭泣 对不对 妮可在奥迪上面哭泣 而且不要在Toyota放空 中国的女生的名言 其实那个中国女生 跟香港女生 我觉得她们相对起来 她们感情处理真的比较简单 No money no talk 就很简单 就是原则的 真的是比较简单 对 那台湾女生动不动 未情所困成这样 她谈情也太伤了 是不是 没有啦 其实如果说 以条件作为结婚 或者恋爱为前提的话 其实都是要冒很大的险 是 赞成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没条件也是在冒险 所以她们认为说 那你所谓的条件冒险 不是这样 价格有险 那感觉很高 对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 这边有一个奋青的案例 他是听广播来的 这就请赖律师讲一下 男生的思考是这样的吗 她说有个女听众 她那天听广播 有个女听众被主持人骂死了 因为这个听众 扣印记来讲说 她男朋友偷吃被抓到 男朋友的解释是 天下没有会主动偷吃的男人 都是别的女人倒贴 意思是说她不是故意偷吃的 是女生主动靠过来的 而这个解释 这个女听众 相信了 而且她扣印来是去骂那些 倒贴男人的女人 下见 OK 好 那结果 结果 结果 结果为什么你 我真的笑到讲不出话来 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讲 那男人是怎样 他被骂对不对 对啊 没错 他们不相信对不对 太多了 对太多了 其实我觉得女性 应该讲说 女性经常站在 很快的站在原配 这个角度去看待 所有的男女的事件 也就是说她并不是 期待她自己的男朋友 或者是她的老公 这个是被别人 跟别人劈腿或者是外遇 那这样的焦虑呢 她就宁可简化为 不是我不行 而是所有的 外面的第三者 无论她是谁 小三也好 或者是劈腿的那个女性也好 一定是她们做了什么 我的另外一半才会背叛我 所以我觉得她们 宁可用这样来催眠自己 也不要让自己的失落感 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好 这件事情呢 可能她必须要去处理这个情绪议题 所以才会用这么简化的方式 来讨论两性之间的问题 那小柯 他说这些人的说法是说 你们的脑子都很简单 想来想去就是上床而已 没有啊 他说男人的脑子 对啊 这个人的脑子啊 基本上我还是要想实话 那只是占其中一点点 一开始的话 不可能这样子 我绝对承认会有那种想法 我絕對是會的上傳 會的上傳這種想法一定有 如果沒有的話 他絕對不是正常人 對 真的不是正常人 只是說你是把他放在多大比例 多大 男生是占多大 沒有 我就打最簡單一個比方說 譬如說梅仁健 他現在是個好有名的主持人 大律師 然後... 老師... 老師... 這社經地位很高的 媽祖記不可以 不要練一個智慧的女生 如果說他們三個都同年齡 我們四個都同年齡 我會怕 我跟你講 我會考量 如果說他們大概都這樣講 我會怕哇塞 這太知名的主持人 會不會太強勢 有壓力 有壓力 寧雅歷詞 結婚之後我們不便念到死 那律師的話 我就會想要完蛋了 我會記張法 對 以後是不是什麼東西都要切割 乾乾淨淨 那什麼事都要跟我講法調 那...以我這種比較那種 比較軟軟的性 為了她總要搶媽祖 對 他不搶媽祖 沒問題 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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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這三種 我寧願不要 都不要 真的 我就說不要 結果他最後選這個東西 沒有 我也不敢說我清高刀 去選那個春菇 但我可能就是說 選到那種比較 會跟自己未來生活 比较少干戈的那种条件 那小在这个跟 对啊 这样我没有什么关系 对啊 我的命题你没有回答 所以结论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有些人看到你 虽然机是长得很漂亮 你还不见得想跟他上床 因为他表现出来的 或是说因为他的职业 你说我们太优秀 所以只能算是性外相来对 还是我们看起来 那个不可谱 如果说这三个都是大学女生 没有自信的男人啊 如果说这三位都是大学女生的话 我也是大学生啊 我觉得三位同时一起考量 对 我们三个都一起 所以你考量的时候好不好上 上了好不好收 讲到明白嘛 好不好收 我觉得不一定 你的考量点会不一样 不一定每个男人是这样 因为像我的初恋啊 我是很纯情的去谈恋爱 我说真的 而且要发生 原来我那么误会 要发生关系 还不是我们主动提出的 要发生关系 不是不是 我说要发生关系并不是说 我主动去要求的 对 而是比方说 这个这样讲 然后我出现女友就会 你不要讲谁就好啦 不是 我意思是说 反而是女生他会觉得说 你怎么都没有行动 然后有那么被动的男生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 因为他一干子打扮一传人 我是不认同啊 不是每个男人都是 我看到你我就是金虫充脑 我就是要跟你上床 我也同意 我不这样觉得 那就像我跟我 而且不一定说 这个上了以后 得手以后 就吃干妈净以后 就爱理不理 对啊 真的不是两天 就是说我们社会常常 有一个女生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说你男生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所以我其实不太认同说 就是以偏概全的说法 你们男人就怎么样 或者你们女人就是怎么样 所以再加上说 现在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 然后每一个人的想法 跟观念都在变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传统的观念 是对大部分的男人来讲 他是不变的 就像郑大哥如果说 今天即便你太太也有在工作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 养家赚钱是男人的责任 这是我的观念 对啊 我的观念也是这样啊 那你会不会觉得出去吃饭 没有女人在付钱的 一定也是男人付钱 就算这个人是你妈 老实讲 我太太都多我太太付钱 那他付的钱都我赚的 我就跟郑大哥一样 对对对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特例嘛 那其实也是我们整个 对啊对啊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像对我而言 我就很难去做 去说即便我太太也有工作 她收入也不错 但是就我们出去就是 还是你付 还是我付钱 对对 那即便我太太说 你太太收入也不错哦 对啊 所以我很觉得有些 但是有些女人 有些我们要讲全部 就会觉得 付钱本来就是应该 男人要去付啦 赚钱本来就是应该 男人的责任啊 但是我 那你要刚好遇到 我们这种男人 也觉得赚钱是我的责任 你看他跳过小袋啊 来来来来 我觉得 大律师会挑拨 对 没错 我觉得你们都是那种 嘴炮一组 真的 证据拿出来 来 我来 昨天我传给我老婆的解讯 真的 真的拍仔细 看我上面那三句话写什么 我爱你吗 没有 真的啊 不然是什么 看仔细一点 看不到 真的 那等一下 因为事情发生是这样子 因为我常常会去我们家附近面谈吃面 可是有时候 吃饭 对啊 然后呢 马上 然后我老婆叫我去接他 应该看得到 对 然后 然后来第三句就叫 吃饭马上 然后我说你干嘛 来付钱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叫你那样来付钱是不是 因为我身上没钱啊 对啊 我常常有时候忘记去领钱 有时候身上没钱 刚好反正在附近 我就说我吃面吃了 因为老板娘会人事 我就跟他讲说 等一下喔 我老婆如果走经过 你把他抓过来 然后叫他付钱 这夫妻就是这样 昨天不是人家 对啊我就觉得 这个那个 LINE公司做了一个测试啊 就是给30对 30对情侣 里面有情侣 有夫妻这样子 叫他们女生连续发三个 叫我爱你的简讯出去 LINE出去这样 结果呢 看看男生的回答 然后呢 是情侣 小男朋友 小女朋友的时候 对方还会有 那个很 很贴心的那个回应这样子 然后呢 夫妻呢 丈夫呢 哇 那回的就各种事啊 他说怎么了 陈惶恐 我真的惶恐了 你怎么了 然后还有一个最经典的是 放 快放 有屁快放 那样子 就是他讲我爱你 他说放 然后他说我真的爱你 快放 然后真的 我好爱你 我好爱你 有屁快放 这个回答是女生吗 男生 男生这样回答 我们的社会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进步 在这一环 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为什么 陈宇安当国防部部长 那是多久的岁月以前 那时候我到 那这很久 20年 以前 我到国防部去做他们的心理智商上课的时候 那就是要鼓励他们军人 军人啊警察啊这些人都是很念于说我爱你的嘛 然后尤其是要做爱也不敢跟太太表明都是 都这样子 这样腻袋 好像中风 暗示 所以我们那天的课程就是要说好你打电话去跟你太太说我现在上课很无聊 可是我出来上厕所的时候后来想到你所以晚上打算跟你大战三百回合 亲爱的这样子那我就派一个学生去监督他一定要讲那句话 然后他们出来以后每一个人那些军人都是上校中校级的然后一排分享 那清醒跟你刚刚说的雷同 有一个他带来就说你干嘛你生病啊你生病啊你亂讲话就挂掉了 一共讲一共讲你生病了吗 你亂讲话 好像你出了大事 对对对 然后从来没有听到说什么他有跟他大战三百回合 亲爱的这些我爱你这些都没听过 然后就有一个就说我在上班里不要乱讲 不要乱讲我要挂掉了 然后就这样就每一个都这样子 都急又都差不多了 然后有个神经病啊 然后就说你是谁啊打错电话都有啦 那只有一个哦 一个我们想说这个不一样可能比较好 表示还是台湾有救 结果那一个是跟他先生说 诶 有个人说我刚才在高雄我真是疼 我现在马上改了回来 马上改了回来 这表示都没有吧 就好难得接到一个机会要跟他大战三百回合 有个人说我刚才来 就是表示说你看 我們就是因為平時都沒有 做這些表達嘛 你看小蛋那個 那妹那個上俏座 趕下高雄 你怕死了 出開了 你看小蛋跟他大大的通話 連個請都沒有耶 真的耶 對啊 有點命令的感覺 對啊 我就馬上不是 來付錢耶 因為寫字很累嘛 寫字很累嘛 對啊 當然是簡單一點 因為像這種事情 如果發生在我身上 當我太太她的回答 我覺得男人跟女人 不太一樣的地方啊 就是有趣的是說 像當我跟她說 有時候她飛出國去嘛 然後她可能會說很想你們啊 然後或是她覺得你很辛苦啊 一個人弄小孩 她就會跟你講說我愛你啊之類的 那我的回答就會是 我也愛你嘛 最簡單的 或是me too 或是她貼一個愛心 你就貼一個嘴唇 圍給她 就這樣 但對男人而言 這可能是一種 反正一定要有free back 對啊 你就說你愛我 我也說我愛你嘛 對不對 那今天當我 因為我比較少 主動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就會問我說 你又做錯了什麼事 你懂我意思嗎 對啊 你怎麼會突然跟我說 你很愛我 對啊 發生了什麼事了 所以跟老師剛剛講那個 她怎麼會這樣想 對啊 沒有她會覺得你平常 不太會這樣講的人 對啊 那就像說她問你愛不愛她 你沒有回答她說 你愛她的時候 她也會問你說 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我說有時候會覺得說 沒有 晚上回來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對 這很好啊 學這個很好啊 這也蠻幽默要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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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只能點到為止 只要搞到你這樣心癢癢的 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什麼叫心癢癢的 可是那我想問一下 余祥全的這個女朋友 這怎麼回事 因為余祥全交一個女朋友 就被踢爆說余祥全是 介入人家的感情 結果記得去訪問這女生 就是她的正牌 她所謂的正牌男友就出來 就說余祥全介入我跟我女朋友 硬插入對不對 OK 硬插入兩個人之間啊 對啊不然 硬插進來啦 對不起 他們記者去問這個女孩 這女孩就說 沒有啊這個小開 也只是追求我而已啊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會去她家呢 她說你衣服還放她 那男生說你衣服還放在她家 就一些外套之類的啊 那講得真的是 所以她還否認 她是跟那個小開 她就跟余祥全在一起 然後余祥全也帶去澳門玩 就真的當男女 交女朋友 這樣子的一個對待 就有個男生跳出來說 欸你搶了我 你是小王啊 對 結果這女生也跟她否認嘛 跟余祥全否認說那個不是 那是我追求者 對 然後這個小開就說 把布啦 在KTV的時候你就看到我跟她在一起 我們還介紹說這是我女朋友這樣 雙方都否認 結果後來戲劇化的轉變 對 這女生現在講說 這女生現在講說 余祥全才是跟她交往 還沒有追到手的交往的對象 現在小開變 她整個顛倒過來 她承認她跟小開有交往 男生不知道 不過她兩個都心癢癢 男生比較厲害 對 這比較厲害 因為 而且你知道搞到後來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最近的這個余大哥跟亞萍姐 他們其實為了女兒的病已經瘦傷腦筋了 不過這個是不能怪余祥全 這 這個 我就說這個女生是什麼 對 什麼心態 而且我要跟余祥全說你好幸運 現在發現 斷掉了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怎麼那個女生怎麼可以這樣子 尤其他們家余祥全我覺得她反應得很好 我該做的都做了 來睡我們家幾次 我該做的都做 這樣就好了 這也是一種示威 對不對 對 搞不好還可以大方講多一次 你已經更去人家家睡了 去澳門共遊了 然後再講說跟他們都沒怎樣 對 然後現在可能我猜 他搞不好是跟那個小開 就覺得小開那邊比較有前途還是怎麼樣 不過我真的是覺得現在年輕人 有一個很好 壞處也是個好處 因為也就是說他們的壞處就是說 他們不會去想很長遠 他們在追求的那種愛情 甚至不管幸運 就是那麼很短暫 因為我曾經碰過一個例子 對 就最近 反正我就約了一群大學生 對 反正一男三女的大學生 出來吃飯 那其中有一對是 在醞釀要交往 就是一個男生跟其中一個女 醞釀要交往 那其中有個女的是那男的前女友 那另外一個是他的好朋友 關係有點複雜 然後我就看那個 那個男生跟那個 在醞釀中這兩個人 就眉來眼去 反正我一邊喝酒一邊吃飯 然後兩個人就 已經摟摟抱抱了 基本上已經摟摟抱 我就說 這是到底是不是你女朋友 他說還沒有 我們還 我還在努力中這樣 我說哇塞 努力中就可以這樣爛嗎 那我也來努力一下 對啊 所以我就跟他看完 那我也來努力一下 後面 我知道旁邊這個是他前女友 我就跟他講 你都不會生氣了 已經前了 可是我說人家在你面前 你就是 對啊 跟他去出發 他會去出席那個趣味 才廟 他說沒有差 反正我還有 我還有兩個男朋友 對啊 那另外一個更好笑 另外一個只是純粹好朋友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欸 我說你也長得不錯吧 他為什麼不跟你拍 我說他為什麼不追你 他說 我也不知道啊 我覺得我也不錯啊 其實我也蠻喜歡他 可是為什麼他說 他也沒有給我行動 反正就一個 一整個晚上 就看他們四個人在那邊打來 同樣你回到余祥全 這個女朋友的這個 小開男友有沒有 一般來講 男朋友遇到這樣的事情 就算了嘛 你要摸就算了 就是這女生 明顯就是劈腿嘛 沒有欸 他講說 又出來講 所以你講 你講對了 就是這個 這大哥講的就是這個女生啊 他可以把兩個男生搞得心癢癢 那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其實對余祥全來講 我們剛剛講說女生嘛 前面講那個 他交過三個 三個這個男朋友 都是這樣對他 其實看他是一個 他真的頭腦很單純的一個男生 因為我看從他小時候長大 他交了每個女朋友啊 其實看起來好像他很花心對不對 但事實上就是說 對他來講 每段感情其實都讓他受傷 那不管說 感覺都來玩他的嘛 對 那不管我們不管說 今天是這個女生 要跟他分手 或者是劈腿 都不管 因為像他上一個女朋友 他那時候就是在一兩年前 他那時候就是有投資醫美嘛 余大哥跟亞萍姐有投資醫美診所 那他那個時候的女朋友是已經論起婚家 其實長得有點像林怡辰嘛 就我有看過也訪問過他 那他就到他的診所去幫忙 就已經是小開老闆娘的那個姿態了這樣 那本來都覺得這個應該會結婚 而且其實亞萍姐跟余大哥 也蠻喜歡那個女孩子的 但後來為什麼會分手 那當然就是說 女方 我知道的是說 女方的家長這邊會有一些意見 我就說 那你如果要娶我們 你要有一些事業啊 因為後來那整型診所 後來有糾紛嘛 那所以等於說 對他來講 他的每一段戀情 就是 其實女朋友都長得很漂亮 那大家也會覺得說 你不錯都可以交到很漂亮的女朋友 但是對他的家人 跟對他的朋友而言 都在想 這個不知道會撐多久 你懂我意思嗎 都是認為這不會是他的最後一段 余祥璇交朋友的過程也有困難 我是看新聞就是說 余祥璇有說 我們交往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就還沒去同友澳門 一個多月就去人家睡四五遍 對不對 你覺得 如果我來看我就會說 這個也就算了 而且 他也去睡南方的家 那不是 對啊 你腳踩兩條船 但是你這個時候又來傷害余祥璇 那東中事發 你如果還要去哪裡 你沒問題 最後不要被傷害 真的 我現在要補充的 我就是剛剛提到說 他睡余祥璇是改余祥璇 沒有 沒有 我幫你拍 你說現在是余祥璇傷害這女生 不是 她被傷害 你如果要回到那個小開那裡 你就不要傷害人家 不要這樣這麼講 可是我要講 我要強化就是說 剛剛你們對我談到說 每人說 你看參加這個女生不真是厲害 這麼厲害 搞得雙方都 心癢癢的 我現在跟很多電視機前面的女孩子就說 你這樣子的搞法 不一定真的兩個男人都為你心癢癢 怎麼說呢 因為當你回去那個小開那個地方的時候 小開是真面子 我的女朋友不會劈腿 我一定會叫她回來 那個小開不一定會喜歡她 對 她最後還是回到我身邊 然後等你回到她身邊的時候 她再把你撇開 這是一種 還有另外呢 至於說余祥泉是不是被這個女人傷害 她是成年人啊 所以如果是 對啦 性感性還可以 你也是一樣的 你也睡過了 我身邊那 沒有 她沒有說我身邊那 她說該做的都做了 這樣就好了 對 有處理到啦 有處理到啦 成年人沒有誰被誰傷害 都傷害我們就江民軍 我就說余祥泉這個回應 所以也夠厲害 對 我就是跟那個小開說 你們親人我也睡過 就是這樣 變成這女生最後喊名價值嘛 對 還是她也不覺得 她也不覺得自己很厲害 對啊 搞不好覺得自己很強 對 歡迎回到現場 鄭大哥有個問題要先問對不對 對 這個也是我們氣志 憤青血的 就算婚後老公在外面亂搞也沒關係 反正沒錢的男人一樣也會偷吃 對不對 所以要嘛就嫁給有錢人 然後呢 你看 和阿雞也會偷吃 男人也要偷吃 和桑倫義也會偷吃 這是什麼 這是何必三的阿雞 這不是有啊 我知道 其實這個觀點其實講得也沒錯 就是說 那有錢的沒錢的也都會偷吃 不是吧 你劈腿是人性的弱點嘛 對 跟什麼人學問高低身材 所以賴律師這邊的個案 真的很多是因為劈腿 很多男人劈腿 是沒有看這個 不是因為有錢才劈腿對不對 都沒有啊 就外遇劈腿也好 外遇也好 其實基本上跟他是什麼樣的 可是他沒錢 他怎麼有辦法劈腿啊 因為我們現在 你知道日本有一句話叫做 草食男肉食女 他在講的就是 如果遇到是一個草食男 草食男如果遇到肉食女的時候 他自己會給他金錢嘛 所以你是窮也是可以劈腿啊 所以有一次我在看到很多的案例的時候 有一天我就問幾個高射精地位的人 我就問他說 你看似婚姻家庭美滿 我來測試一下 什麼狀況下你會外遇 你會劈腿 你現在你老婆也很好 也對 你也有什麼都有了 那請問你什麼狀況會劈腿 他說天時地利人和 都來了 天時地利人和 而且最重要還有一句話 不用我負責 對 這麼好看的 押韻耶 對 天時地利人和 不用我負責 他說這就是我會外遇的點 這也不是用男人啊 女人也可以用啊 對 真的 所以我還要回到剛才在講余祥泉 我想要講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從彎彎事件 一直到 九把刀 一直到余祥泉事件 其實在討論三個兩男一靈 或兩女一男的事情 那我也覺得 剛才其實在講到說 現代人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覺得還蠻好奇的 也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這一代 這一年紀的人 其實都不太容易有這種事件發生 因為我們認為感情就是要負責任的 然後可是 現代人似乎在一個多元思考下 他可以多元的發展 似乎已經不是我們 這個五年跡深的工作的想法 真的 這是真的 所以像剛才 剛才鄭大一講 一個月就如何 也許一個月跟一個禮拜 跟一天對他們講是同樣一件事 我們可能對我們來講 是一年跟兩年跟十年的事情 但是是跟我們的關係不一樣 但是也就是說 我看到媒體最近 一直對這幾個事件 在討論的時候 似乎有很多愛情裡頭的 道德感在討論 那這個 以這個人間異語 這個女性來講 她談的是一個愛情的政治學 也就是權鬥之間 要權還是要性這件事情 都是在公心鬥角之間 而且她都把很多性都工具化 都工具化 那這個到底對於 是不是現代女性也好 現代男性也好 她到底是不是變成一個 愛情的族群 我覺得她是可以被探討 當然我也希望 黃老師可以表達她的想法 剛才美人姐提到說 這個劈腿事件 到底有沒有跟 所謂的身分地位 有沒有前面關 我覺得跟愛情裡頭的 道德感是有關係的 它沒有任何法律 但是你的愛情關係是什麼 那智瑋這裡有一個故事 是不是 有一對夫妻朋友 他們發生什麼事 應該這樣講 因為剛剛我們一開始講的 那個故事呢 因為她經歷了三段不愉快的愛情 所以她翻轉她的觀念了 那我這個故事是 就是她這個原本一對夫妻啊 這個老婆跟老公離婚 那是因為老公劈腿 那這個女生她因為她非常愛吃醋 所以這老公她跟女長官出去也好啦 或者是說跟女性的朋友出去 她都會懷疑她 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別人有搞鬼 那這個男生她當然就是都說沒有啊 但是老婆就是常常要查情 奪命連完摳 所以讓這個先生壓力真的很大 既然你都不相信我 我沒有對你不忠嘛 那我就來對你不忠 到後來這個男生是因為被老婆查到 他本來是沒有的 他本來是沒有的 被老婆查到真的受不了 他可能跟一個同事就傾吐這種事情 然後你知道通常這個時候 就是那個心最容易被入侵 你知道嗎 所以天時地人和就是這樣發生啊 他就剛好在公司來一個新同事 那這個女生呢 這位置我可不可以插個口 這個我不曉得志偉你怎麼樣 像我們男人 我是覺得我們很不喜歡被污蔑 對 我覺得那個會讓我發火的原因 對 沒做的事情 你會死你鬼對不對 你會不會 我會啊 所以女生我不要以死一鬼 但是女人的第六感 大嫂不要聽 女人的第六感有時候是很靈的啦 沒有 我所謂的以死一鬼 不是指外遇的事情 對 真的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 你自己看到在說嘛 我覺得夫妻真的要很信任 就信任關係啦 對 那這一點我們 我跟我太太是還不錯啦 我們彼此很信任彼此 好 然後完了之後 他們就因為這樣子 後來就離婚了 那這個女生 他後來因為知道老公 是因為在外面有女人 因為他找真心車拍 就拍到了 他就跟他說 你還敢講你沒有劈腿 他會認為你之前明明就 一定跟余美人也有一腿 跟賴芳玉也有一腿 跟黃衛生也有一腿 只是這一次這腿被我抓到 所以你是個爛男人 他就跟他離婚 然後跟他離婚呢 他當然就是房子什麼都要 因為你是對不起我的嘛 那這男的也覺得算了 為了解脫房子也給你啦 那當他離婚之後 他就告訴自己說 我不要當一個深公怨婦 每天在家裡就是等老公回來 懷疑老公 對 懷疑老公怎麼樣 今天要也要讓男人來懷疑我 不是我要去懷疑男人 所以我們常認為說 哎呀 你自己明明是 被老公劈腿的人 你怎麼會去介入別人的家庭 他就是這樣 他當他 他痛恨有小三 他自己去當小三 而且他多誇張 他享受那種感覺 他的行徑啊 比當時他先生 他前夫跟這個小三 因為小三都不敢對他怎麼樣 因為我是 我是建立你家庭的人嘛 他去公司鬧啊幹嘛的 然後還打這個小三 小三也沒有告他傷害啊 但換成他自己當人家小三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呢 因為他在他的公司 就認識了一個男同事 他們公司就是 常常就是開會啊幹嘛 他做業務的 那認識一個男同事 那這個男同事 他已經結婚了 然後在公司是跟太太是一對 就是算是 看起來像是人人稱獻的夫妻 太太也在公司 太太也在公司 然後他們算是就是 在公司裡面就是 業績不錯的那種等級的 那但是呢 當他們就是 這個太太因為生小孩 在家裡產假嘛 然後育嬰假 因為他們本來想要找保母 但後來反正 他們薪水是可以cover的 這太太就覺得說 不要找保母好了 我自己帶 那所以 他們的公司是外商公司 所以很好是說 男生也可以請 女生也可以請 一胎可以兩年嘛 所以天使跑出來 對 那他們就講好喔 這個太太就說 因為我剛生完 那第一年我帶 第二年老公你帶 因為他們公司是男女 一胎兩年 男女都可以請的 所以當他在家裡帶小孩 就讓這個先生 有了天使地利的機會 然後跟這個原本 就是痛恨小三的這個女生呢 他跟他接觸到之後 就發現這個男生 真是一個極品這樣子 他就覺得這個男生 真的又長得又帥 以及極品 高大帥氣又有錢 重點對你又溫柔體貼又浪漫 真的極品 但是唯一的缺點是什麼 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怎麼會結婚呢 這個女生覺得他怎麼會結婚呢 所以當這個男生跟他 跟他常常一起出差 一起在工作的時候 發現這個女生 其實他 有他老婆身上沒有的特質 因為這個女生 第一個長得很漂亮 然後他是混血兒 他是中日混血兒 那所以說等於是 有那種白皙的皮膚 是他老婆沒有 又溫柔體貼 這麼漂亮他的前夫也劈腿 就是因為他的遺神遺鬼 坦白講 有時候所以 這樣說女人 有時候你不要太遺神遺鬼 有時候會成為 破壞你家庭的一個原因嘛 所以他 當然他一開始是覺得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踩沙車 這個女生 但漸漸他開始覺得說 他自己認為說 可是 這男生很喜歡我啊 我也喜歡他 而且 就是在愛情的世界裡面 就像我們那時候看那個 西藝人系有沒有 那個第三者啊 沒有所謂的第三者耶 在愛情的世界裡面 只有 不敢去做的 就是說 你的失敗者 是不敢去付出行動的人 才是失敗者喔 所以他 對他那時候 真的因為看了西藝人妻 那個 在裡面演小三的 朱欣怡的那一句 《治理名言》 對他產生了改變 心裡起的化學變化喔 他就覺得說 那我應該要勇敢的 去追求我的愛情 可是他要追求他 他有步驟的 不能讓你覺得 是我要追你 因為你是有家庭 而且女生追男生 成何其體 所以他就常常就是會 有意無意的 放電給這個男生 然後就是讓 欲情顧重啊 然後呢 這個 就是讓這男生覺得說 男生覺得說 我對你有意思 可是因為你有家庭 我不能怎麼樣 但是你知道這個女生 做了什麼事 他就會跟這個男生出去 吃飯的時候就會 自拍一下 然後或者是 這個去開會的時候嘛 就會拍照之外 就算了會傳Line啊 幹嘛的 然後他就會截圖 截圖嘛 然後平方說 他裡面是在問他一個笑話 所以你覺得這個笑話 好不好笑什麼 就有點在打情罵俏 他就截圖 然後就把它PO在臉書上面 然後就問大家說 你們覺得這個笑話 好不好笑 或是 或是就是這個自拍照 合拍的 也PO在臉書上面 這樣好看嗎 之類的 但你覺得這個太太 不會看到嗎 他一定會看到啊 他就覺得很奇怪 老公 為什麼你一天到晚 跟他 在拍照 然後他還PO 這是什麼意思 那這個老公就說 等一下繼續後續 來 先休息一下 這個已經已經開始進攻了 對 女生進攻了 對 先進攻 來 阿豬過來 那等於說 他就是在臉書上常常放閃 但這種行為應該是 Couple在做的嘛 而不是同事嘛 那當這個太太去問老公的時候 他其實也不是用責備的語 他只是說我覺得好奇怪喔 為什麼這個女生 他常常這樣 他老公說我也沒辦法 你知道有一種女生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一定要跟你拍照 然後你也知道我的個性 我也不會跟人家說 不要啦 怎麼樣啦 那太太跟他說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是有老婆的人 而且我們在同一個公司 這樣子人家會說錢話 太太一開始是用這種態度 去告訴先生 那先生就說 我知道 我不會再讓他有這種機會 所以 那這陣子就真的沒有看到 他在PO什麼 因為他要合照的時候 他一定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樣PO啦 你這樣PO我老婆會看到嗎 結果後來呢 這個女生就有一天 就說好 那我不再PO臉書了 就有一天啊 他就傳了一個影片 用LINE傳 那傳一個影片 那好死不死 這個男生在洗澡 他手機放在外面 那你知道齁 有些夫妻啊 就是像我不會去看我太太的手機 我太太也不會看我的手機 可是有時候東西是剛好 那叫賊星開拜你知道 就剛好 剛好你走過去的時候 就叮咚一下 那他們兩夫妻的 他們兩夫妻的 手機的聲音是一樣的 他想然後放在同一個地方 他以為是他的 結果一看 欸是他老公 但是他一定一開始會顯現 是誰傳來 他就看到是這個女生 那你那時候一定會想說 這麼晚 那一定心裡跳不起來 對啊為什麼 那我該不會再去看他 因為他是有個影片的 那這個太太想說 不行要看 就點進去 哇不看好 一看不得了 什麼 這女生在洗澡的影片 哇 唉唷 他自拍洗澡的影片 然後當然他是有那個 他是有那種叫做就是 有門關起來的 但是是 霧霧的那種門 對對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線條這樣子 然後還寫說 換你的這樣子 唉唷 一直說我穿了一個影片 要換你 哇你知道這個太太看到這個時候 他真的就動不掉了 他就打開 他老公在洗澡 不是上廁所 一打開嘛 他說換你了 這是什麼意思 結果這個男生 就真的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他就說 他就很喜歡這樣開玩笑 所以 這太最簡單 對 對 就等於說 一開始這個男生 他的確對這女生有好感 但他也知道自己有家庭 不能躍舉 可是這個女生就覺得是我要的 我就要去爭取他 所以他不斷的用這樣的方式 不行動就是失敗者 對 去弄這個 搞到沒 當然最後搞到了 搞到最後這個男生 就是決定 因為這個太太 因為這樣的事情 就一天到晚盧他 亂他 然後跟他說 我不要在家裡面顧小孩了 換你回來顧 我要回去上班 沒想到我在家顧小孩 你是在外面跟這個女人怎麼樣 那完了之後 這個太太還到公司去 找這個女生算帳 就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做這種 不要臉的事情 當初你老公 因為他們都知道 當初你老公就是劈腿的 你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 然後這個女生說 意思是說 今天如果說 腿長在你老公的身上 假設今天我真的要對他怎麼樣 他不來找我 我也沒辦法 一個巴掌萬物行 但是你先生就是要來找我 你知道那種嘴臉喔 讓 因為這個被 這個太太 這個太太都在 臉書上把整個血淚史寫出來 萬言性 要叫大家幫他評理 那後來因為在公司鬧到 三個人都被 這種事情要大家幫他評理喔 這麼隱私的事情 他就公開啊 因為他們在公司嘛 就是我要讓你們兩個 沒辦法立足嘛 可是你知道有些人 他就不在乎 他就是不在乎 然後後來這個男生就是 當然跟他太太就離婚了 那離婚 他們最後是 有小孩啊 他就在家帶小孩 最後離婚 然後離婚這個男的 因為他們生了一個女兒 這個男的是說 女兒他不要 反正我要我再跟這個人生 也前妻 對就是前妻 小孩不要 房子錢都給你沒關係 我就是要這個女人 那到現在為止 他們兩個人還是在一起啦 就是這個 這個 一開始這個女生 跟這個出軌老公是在一起的 對那你知道嗎 因為我最近在臉書上看到 我這個朋友的PO文啊 那那個照片我看的真的很感慨 因為他們去逛一個賣場 然後就是等於是 一手是他牽他的小孩 另外一手是他的 前夫的小孩 對就是他自己的小孩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新男朋友 新男朋友牽著他 然後他就寫說 他現在發現 意思是說這個男的 他因為愛他 也愛他的小孩嘛 然後就某某某 你看了會不會覺得很慚愧 那你知道這個男生 就在上面回他 對 就回他說 那你就是 意思是說你就好好的過你的人生 對 就是我現在也 就他也PO了一個 他跟這個女生就是 很幸福的樣子 對對對 沒有千小孩 就很幸福的樣子 然後 然後就我 我只是覺得說 為什麼一對夫妻啊 就是這個 這個始作俑者 他自己 被背叛了 他去介入別人的家庭 當這個家庭被破壞了 他們還要這麼幼稚的去 當然我覺得這個女生 他會這樣做 是因為他想要讓大家知道 說他走出來 他知道 被背叛的痛 為什麼他要去造成別人的痛 所以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感情 很多女人都認為說 他經濟獨立 人格獨立 事實上他感情是沒有獨立的 你知道為什麼 你一個個感情不夠成熟的人 他基本上 對自己的那個沒有信心 就是跟對另外一半的話 他是經常存著多疑的 猜忌的 然後就是不信任 那要不然的話 他對這樣的一個感情 結婚以後 他把愛情的延續到婚姻裡面的時候 他就變成不是屬於掌控型的 就是過分依賴型的 他事實上是沒有自己 我不懂得如何去讓他的角色扮演 譬如說我們戀愛了 然後順理成長就結婚了 那結婚以後 事實上你的多元化的社會 包括我們多元的這個家庭的成員裡面 你很多角色要去演的 男的開始要演女婿的角色 那麼有婆媳的問題 親子父母親的角色 但是沒有的 有的人就是 他就把愛情延伸到婚姻以後 要更固定這一段感情 所以你是我的 你不能背叛 稍微不如意就是所謂用猜忌跟不幸的人 我如果說 我要看一個故事 她是媽媽 是受害者 因為她的婚姻也是外遇 結果她在裡面公子離婚 帶她的女兒一個人扶養她 女兒好不容易讓她遇到好處 對 她是很痛苦的工作起來 結果那女兒 後來去割一個 破壞人家的婚姻 她知道以後 她跟她女兒 剪刪了 對 剪刪了 我罵得真是難聽 你喔 你喔 類似這種罪無可犯這種 你不知道怎麼生是怎麼過 你不知道看過你老爸怎麼 我們是怎麼含辛茹苦長大 我們家裡面的氣氛怎麼樣 你現在為什麼要去做那個事情 你知道嗎 每天相兄拜訓 他就是幫他女兒贖罪 不過我想跟政大德剛剛也提到 他既然是一個被背叛的人 而痛苦 為什麼又要去變成那個人 對 這個跟我剛剛講的意思一樣 就是女兒其實也知道她家裡面 就是因為這樣 結果她現在又做做那個事情 受害病家害者是經常發生的 是經常發生的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她在那個關係裡頭 她認為她是一個輸家 她想要變成贏家 她就去模仿那個所謂贏家的那個地位 去取代了那個全控關係裡面的掌控者 其實是剛才跟老師在提到 那個掌控的關係是有點像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講如果從家暴的理論來講 被害者長期的就是說目睹暴力兒 他長期的看到爸爸對媽媽施暴 他為什麼後面也可能是一個 另外一個加害者 他也就是運用 他認為這樣那個模式是可以 包括是可以處理的 但是他當時是無助的 他無助的時候 他當有一天的時候 他希望變成一個有能力的人的時候 他就要掌控權威去模仿那樣的 一個行為模式 其實那是一個潛意識的 而且那種潛意識有太多的作用了 剛講這個女人 因為從小目睹媽媽這麼的辛苦 她的童年也一直毀了 你知道嗎 所以她其實有一種報復的心理 她覺得她媽是不行的 我可以 不過她可以 她媽媽叫她一直罵她 你臭捲雜貌 你臭捲雜貌 她就這樣稱呼給妳 因為這個case我們不知道她的全部 但是另外有一塊是我們沒有去注意到的 因為這個女孩子 她媽媽是媽媽的角色 她是她 那有一塊是媽媽舒服掉的 因為她缺乏父愛 所以當她找到一個像父親的角色的時候 她其實是 沒有錯那個男生年紀滿大的 對 她有戀父親節在 但是我是認為說這次也是有一些網友問我說 為什麼老師你對那個球把刀 什麼余祥淺這些 或者最近發生彎彎那些事情 你都用比較 意思說比較寬厚的態度對他們 因為我就覺得愛情本身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 道德的批判 可是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些不倫宴裡面 它事實上是要含著道德的成分 因為是社會責任嘛 你成家有小孩那是另外不社會責任 那至於前面這幾個人 九八道還沒刀 他那些還沒刀 他那些還沒刀 他那些都沒有嘛 男未婚女未嫁 那就是 那就是 都沒刀沒嫁 要這樣來規範的時候 就痛苦了 對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我可以非常了解 九八道你最近都不要講 因為很混亂 你這時候講實話 真實的剖析內心 沒有人聽的啦 聽不聽去 太急了 你知道真的 它那個混亂 你看它文章裡面的那個混亂 也是一種真實啊 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啊 對不對 但是這時候你講什麼 我覺得它對兩邊都有欠意 當然 我們先去問一下 他到現在還是狹義的兩次啊 他沒有 他真的是亂 我覺得他兩邊都有欠意 他真的有欠意 我可能只是對他這樣子 放空的眼神 街頭已經動了 很想 對不對 所以還是 我覺得有時候你 我這樣講有什麼好笑 很想 對啊 不是啦 我一講 有時候人就是 嘟到就是會發生這樣化學作用 所以你說 學這些理論什麼 我都覺得 你不要太算計人家啦 而且我 機關算盡 反害了 輕輕性命嘛 我秉除一些比較特殊因素啊 比如說什麼生長背景那些 我們就用那種所謂的辦公室啊 或是 親朋好友之間那種 很普通的 大家都是很正常的人 但我就覺得說 會不會劈腿 那個都 我不相信所謂的有機可乘 這四個字 對啊 但我都相信大家都在鋪路 沒有 男生也在鋪路 女生也在鋪路 而且一次鋪很多條路 也就是說 即使我們都 不是 真的 就是說 條條大路通賓館 通 對 通大直 真的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 有時候不管是男生 不管是女生 你結婚有沒有結婚 有意無意之間 真的有時候 大家就會去引誘另外一個 或者說放電 我想用放電比較合適 那 可不可以這樣講你是怎麼放 我不會被人家放 但是說實在 你要講一個重點 那是什麼 沒有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難去形容 就是說 其實你結婚 對 有沒有 有婚状態再生 或單身 你還是會希望 有一點吸引力 或者暈船 但是我覺得那種 只是說 你能不能守住那個界線 那就一個道德觀而已 就是說你對未來的責任 否則我覺得 大部分人都會想要 都會想要出 你電放了 人家也感受到了 然後要進一步 然後馬上就進一步了 我覺得現在好多人就這樣子 真的真的 你不是說道德感要停住嗎 沒有 我說很多人就因此 這樣就進一步下去了 但是可能會 有沒有延續不一定 對 不一定 你有時候問男人說 你怎麼跨著過 你心裡那條坎 有心裡有坎嗎 對啊 一跨就上去了嘛 對 真的就是大家想辦法 跨就上去了 還有什麼 還有太困難 那我覺得真的現在 現在大家的那種一舉一動 去像有些人的習慣 譬如說晚上 九點十點 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小大人出來 要不要出來陪我吃個宵夜 女生嗎 對 我說 比喻啦 我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對啊 你去不去 你去不去 我不會去 你去不去 我看狀況 看那個人嗎 對像你長什麼樣 小大人應該會去 我應該講看狀況去 我不可能不去 但我也不見得每次都會去 不可能不去 對 小大人應該會去 因為譬如說 如果他心情不好 我大概就不會去 如果他心情不好 那什麼狀況下你會去 可能他真的很無聊 就是有新聞 沒有 就是很無聊 那你要不要跟你太太講 現在很無聊 但我就說十次可能 我去一兩次 會啦 我不可能每次摳每次去 那你會不會跟他那說 會啊會啊會講 會講 一定要講 太太讓你去陪她那個女生吃嗎 不講西郎 對啊 那你太太還不錯 會讓你去是不是 會啊會啊 所以小大人你什麼狀況會外遇 其實我沒想過這個問題 但其實我覺得這很恐怖 就是說你哪一天會不會把持住 都很難講 因為像我真的是會碰很多周邊的例子 有些女孩子真的去刻意放電啊 不是對我 他也許就是我們一起在吃飯 或是在出去交遊的場合 去玩的場合 我覺得小大是少數 他真的是突然間實話 他坦白講實話的那個台語上 有時候我覺得 不是啦 我覺得那種感覺真的會啾一下 譬如說突然間很歡樂 對 你給他爛絕就 你會啾一下你知道嗎 他正大哥聽得好嗎 真的啊 他一直在回 你都不覺得嗎 然後有時候對啊 突然間走到你後面 不要說爛絕啊 他這樣靠在你之間這樣 可是我記得怎麼會讓他啾一下 我都沒有 你也會啾一下 你也會啾一下 對啊 所以小大人就說 你隨時希望有戀愛的感覺 沒有… 我覺得我跟小大人的想法不一樣 我覺得我要隨時要防範 就是說 如果有女生說 你晚上可不可以陪我吃宵夜 我絕對不會答應 真的喔 可是我又覺得這樣很絕情 可是我覺得 這跟鄭鴻以現在的年齡跟身分 你跟小大人有一段距離 還是問題 我覺得因為 因為你很可能去吃一個危險的 有危險的狀況 對 你不能亂出 就在一個危險的狀況 而且你可能沒有辦法做 沒辦法做 可是我想把他這樣 我不是應該這樣 絕情的